Hello 大家好 我是一燈 最近很久沒跟大家玩過開箱 今天就買了東西回來玩 順便開箱給大家看看 是一個近期很流行的電動廚餘機 因為最近香港說什麼要垃圾經費 所以就開始多了這些電動廚餘機的廣告 我自己就在淘寶逃了一個回來 究竟是怎樣的呢 其實在台灣歐美那些地區 其實都很流行 自己有一部機器 把廚餘吃完那些飯渣 就倒進廚餘機那裏 它就會控干了之後 就變成一些攪碎了 可以九成的體積就變成很少了 方便去處理它 又不會臭又不會濕的 很正可以當泥土用的 而我買這部機 就不單只是廚餘機來的 可以做到一個有機肥的 因為我主要是用來做有機肥為主 其實我自己想買很久了 究竟是怎樣的 開箱給大家看看 就是這塊 都很重 很大塊 這個廚餘機 一個廚餘機 3.5公升 法國市場 裏面有些什麼呢 裏面就有些 一條電線 這條電線都是大陸的國際插頭 可以轉回香港的線 因為這些都是很容易轉的 香港電飯煲用的插頭 這裏有包做有機肥料的EM菌 EM活性菌 可以做有機肥的肥料 說明書 一邊英文一邊法文 一邊英文一邊法文 這裏包的活性炭 因為那些活性炭 是可以 它後面有個位置 可以放活性炭 因為它的氣會噴出來的 噴出來的時候 那些廚餘的氣味 就會經過活性炭 就擱走了一些氣味 不過通常都不會臭的 因為你即身先做 它就會 除非你那些廚餘 是放在雪櫃裡 放了幾天 它可能會有些變臭味 如果正常的那些 你隔了水 放下去 它會控干 它 其實都不會很臭 反而會香 因為煮 烤食 烤一下烤一下會很香 這裏有個 匙巾 是用活性菌 這個機就是這樣 一個金屬的桶 裡面是一個攪拌機 攪拌器 方便可以倒出來 那些廚餘和清洗 方便 那就沒事了 裡面有一個摩打 和一些發熱的氣孔 其實就 對正這個位 這個位置 對正有一條痕的 有一條坑的 對正放回去 拎實了 這樣廚餘這樣倒下去 就可以蓋起來 按一個按鈕 就可以兩至七個小時 它就會把那些飯菜 變成一些乾了的 細細粒的 像泥土一樣 如果想做有機肥的話 我就會按這個按鈕 按這個按鈕 就會低溫處理 因為那些植物是有菌菌的 所以它不會敲死菌 低溫 菌便會繁殖 變成有機肥 就是靠這個低溫處理 一般外面的廚機 就未必有這個功能 這個功能 最主要都是做有機肥的 如果沒有這個功能 其實就按按鈕 那些飯菜 那些水果蔬菜的渣 就這樣放下去 它會烤乾了 打碎了磨碎了 變成粉末 這裡進了活性炭 我們今天就示範一下 開機玩一下 好 這裡就有個架 裡面就裝活性炭 我們就先把活性炭放進去 好 一包就夠了 那些可能一個多月後需要的時候 再更換另外一包 蓋上蓋子 放回去 完成 好 插電 試一下 打開給大家看看 裡面就是這樣的 裡面 這一隻就是最普通的攪拌機 攪爛骨頭 魚骨那些可以的 蝦蟹、魚骨、雞骨、豬扒那些就不太好 豬扒、牛骨就不太好 大骨就不太容易攪爛 會卡住在這裡 就不要用骨 骨 那些骨就挑走 拿走去另外一邊 放 我現在就把廚餘垃圾 放進去 之前存了很多的垃圾 雞蛋殼 殘渣菜渣雞蛋殼 還有洋蔥皮 還有一條菜還未攪拌 先放進去 好之前用剩的芹菜 放在雪櫃都放到乾了 這些就很容易處理了 這些是 總之 那些筋勁那些 就重量 硬身的地方 重量剪小一點 不過菜都OK 有些飯菜渣 湯渣 還有一些吃剩的水果皮 放進去 OK 其實也很多 現在就蓋上去 隔了電了 我就開著它 它就會 在動 聽不聽到聲 一點都不吵的 不過呢 如果放在 有騎樓位置的地方 就放在廚房 放在廚房 完全都很寧靜 除非裡面有骨頭 它就會撞到骨頭 也會有骨頭攪拌的聲音 還有會有少許 可能有少許焗麵包 焗蟹殼 焗 焗海鮮的味道 不用理它了 就可以睡覺了 我今天放進去的東西 應該就兩個小時內 已經完成 因為那些是很輕鬆的東西 如果平時那些廚餘飯菜 就重量減少些水 倒了些水 那些油 倒了才放進去 那它很快就會搞定 如果你多油多水 那它就可能會浪費時間 可能會時間長一點 好 我們做完之後 等它停機之後 我們回來再看看它裡面什麼情況 基本上 現在在運作中 攪拌 其實都是可以照常打開它 你一打開它自動都會停的 那它自己會停的 蓋起來 它自動會就 蓋起來 好 中途開一開看看 變成怎樣 已經風乾了很多 九成的體積已經沒有了 它會慢慢繼續風乾 然後攪拌它 好 繼續 我出了街 三個小時回來 它這部機都自己停了 應該都 固定了 它最後有冷風去減分溫度 看看裡面是什麼情況 已經變成一些中草藥材 好像一些中草藥材 小小塊 這些不可以做肥料 因為這些已經是 不能發酵的 不過可以用 繼續做一些肥料去混合它 混合它 可以當作做肥料的一些素材 還有 這裡是一餐裡面的廚餘 其實 你可以不用把它倒出來煮 你可以繼續第二餐 第三餐 再加進去 譬如我剛剛吃完一些雞蛋殼 又吃了一些雞蛋 我又倒一些雞蛋 這樣 這樣 可以繼續去攪勻它 繼續再去磨它 或者你可以 早上那餐放進去 不開機 到中午那餐 再放進去 都不開機 到晚餐 最後那餐 才倒進去 才開機 到第二天早就已經做好了 這些廚餘 都非常OK的 好 好 吃完第二餐 再加進去 這些飯菜 吃完的殘渣 重量夾了一些水 油 可以放進去 骨頭 雞骨 鴨 雞 鵝 都可以的 豬扒骨 最好拿走 豬扒 羊扒 蝦殼 都可以的 全部都可以 全部都放進去 繼續 可以幾餐 甚至乎一兩天的廚餘 集中在一起 等它慢慢累積到差不多 才去清理都可以的 剛剛響了一個音樂 就通知給我聽 就已經停止了運作 打開看看 先 溫度都應該降了溫 還有少少的雞骨 就未碎完 不過都OK的 其實這些已經是 非常之不錯 已經做到這個效果 這裏幾餐的 這裏幾餐的廚餘 即食剩的那些 送菜 可以變乾真真 一粒粒 如果平時 沒有做花肥的朋友 就可以這樣 裝起它 就倒了去 如果有做 養開花 就可以放在泥土裏面 再等它慢慢發酵 因為現在這些是未發酵的 要怎樣才能發酵呢 就再 重複之前的動作 就用低溫處理的那個 鍵了 就是用這個 按這個鍵 按這個鍵 它就低溫處理 還有呢 就要用它 它給你的 或者自己買的一些 發酵的菌 發一殼 它提供了這個 匙巾發一殼 它就有些 那些叫益生菌 那些EM菌 那些呢 就會將那些 有機的蔬菜 水果呢 就是低溫處理 那些細菌 將它發酵 就會變成一個有機肥 可以混合這些已經做了的 的廚魚一起去做 非常之好 這個處理很多蚊枝生出來 又臭又不乾淨的廚魚 非常之好 那我今天介紹這個廚魚機的影片 就分享到這裏 如果覺得 住在香港的廚房 那些地方 最好有露台那些 因為它始終都會有些氣味 就不是臭那些氣味 都OK的 少少氣味 如果你是有露台那些 就方便些 放在露台外面 空氣流通的地方 都算OK的 這部機對我來說 非常有作用 因為可以製造到很多的有機肥料 所以呢 如果大家不製造有機肥料 都可以用得到 因為它簡單可以幫那些 食證的飯菜那些 控干了變成縮水了很多倍的 垃圾 也不會臭 也不會生蚊子 這個是非常之方便 好那我今天的分享 這個開箱呢 的影片就到這裏 希望下次再有些 其實還有很多好玩的東西 買回來的 遲些再拍片再分享給大家 好記得點贊訂閱和分享 好我們下次見 拜拜 平時我們就用這些 發酵的廚餘箱 放些廚餘放在裏面 這些時間會等很久的 起碼都 斷月計的 起碼都幾個星期至幾個月 然後就把那些水 流出來的酵素 變成酵素液 那些就會變成肥料 另外一種就是這個 這個大型的就厲害了 這個天然發酵 放些樹枝 樹皮樹葉 有些雞蛋殼 那些廚餘放進去 滾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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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滾下滾下 但這個呢 還更加久 要等它天然發酵 起碼都一年大半年以上 它才慢慢會變成泥土